姚妹今天用这个干鹿绒菇炒了一个腊肉 这个鹿绒菇口感 嘎吱嘎吱出来 品质嘎嘎好 全是这种嫩嫩的小菇朵 来姐妹们哈 姚妹今天用的这个小菇仔的这个鹿绒菇炒的一个腊肉 这个鹿绒菇的话 今天姚妹要好好的给你们介绍一下哈 姐妹们 平时我们外行人买菇就会买又长又大的这个鹿绒菇 他会觉得品质好大颗 但是姐妹们哈 往往就错了 我们买鹿绒菇内行人我们一般就会买啥呢 买这种小菇朵 小小个的泡出来就是就是农妇提前收割的那种小小个的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嫩脆 有没有姐妹们买过大菇的 回家是不是有点难嚼啊 就是比较财偏财啊 我们我们泡出来的就是这种全是这种小小颗的啊 姐妹们 这次这个品质你们一定要去拍这个 不管你们回家煮汤炒来吃都挺好吃的 姐妹们有没有人吃过心吗 它这个口感跟那个就是差不多的 你们如果说吃过果端拍这个 这个这个带这个干的嘛哈 它泡发率稍稍大一点 就是说分量稍稍比较足啊 划算一些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全是这种啊 肉肚肚的拿回家姐妹们 冷水哈 给它泡个40分钟 冷水泡40分钟 我们就可以洗一下拿来炒 我们炒的时候 因为它是干的鹿绒菇 尽量放一点点正常炒就行了 就说尽量放一点点水 给它闷三个五分钟 口感会更好 更加的好吃 你们可以去拍这个 这次给你们拿了这个100克 100克姐妹们可以吃两餐哈 我们50克可以炒一盘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250克的分量 姐妹们我个人建议拍 250克或是一斤更划算 首推250克可以拍一盘回家尝一尝 我们家的菇全部支持你们4次 啊 回家4次一餐 这个这个品质真的啊 我跟你说姐妹们 在超市里面很难买的这种菇 都是很大的那种 这种小菇仔 很多姐妹们都说了 拍回家已经到货了 都非常的好吃啊 品质是嘎嘎的好 评价也挺好的 可以去试一试 这个菇是羊们真心 想让你们拍一盘回家试一试 试一试 这个口感 特别好 提供了 。 口感嫩脆 还有姐妹们说 给你们发的菇太小了 姐妹们我们家就是给你们发的小菇 如果是大课的我怕你们来找我麻烦 喜欢小小哥就去拍 煲汤 给小孩喝 你们都知道这个鹿鹿菇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你们拿回家炒瘦肉辣肉都可以 怎么炒的好吃 姐妹们 这个配料只有鹿鹿菇没有别的添加 要么说了这么多 都是觉得这个鹿鹿菇就是那种有点相间恨晚的感觉啊 以前的话拿的是那种干的都是比较大啊 说实话是真没有这个好吃 像这种干的鹿鹿菇的话 它那个菇香味啊 还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你们拍一斤 就可以随时炒十盘这个样子 50克炒一盘 搭配一点配菜 我们不仅可以炒 还可以刷火锅 还可以凉拌 是不是 做话太多了啊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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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